无功斗,无心机,躺赢当上皇太后,这三位女人堪称锦礼界的王者,王正军被称为史上第二长寿的皇后,身居后卫61年,历经两朝六帝,克斯两任老公,这位汉朝皇后的运气究竟有多好呢? 王正军出身于一官宦人家,可是到了他这一辈,家族早已因为父亲终日沉迷酒色而落寞,王正军的父亲妻妾成群,孩子更是有一大堆,幸好王正军自己聪明懂事,相貌更是优异,这才博得了父亲的好感。 到了王正军要嫁人的时候,媒婆更是因为王正军的财貌,踏破了王家的门楣,婚事定的相当顺利,只不过王正军还没来得及举行婚礼,新郎就暴毙了。 王妇只能再重新找人说媒,好不容易又定下了亲事,结果新郎又莫名其妙的死了。 王妇对此深感奇怪,特意找了个孙明先生来,孙明先生说道,此女命数太大,一般人根本想不住,也就是说,能配王正军的,只能是天子。 果然,在王正军18岁那一年,就成为了家人子进了宫,后来更是在太子妃选拔中脱颖而出,嫁给了太子。 从此清云直上,太子刘氏有十多个机器,可惜他们的肚子不争气,没有生下一男伴女。 可王正军成为太子妃后,却马上怀孕,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。 汉宣帝看到孙子的出生,高兴坏了,亲自给皇孙取名为刘傲,并且待在身边抚养。 汉宣帝嫁崩后,刘氏登基为帝,封王正军为节鱼,三天后又生了他为皇后,儿子刘傲为太子。 不过刘氏并不喜欢王正军,当初娶他也是因为父母压力,以及一场美丽的误会。 王正军生下孩子以后,刘氏就再也没有搭理过王正军,反而是日日留宿在傅节鱼寝宫。 甚至还有要立傅节鱼的儿子刘康为太子的打算。 王正军和太子刘傲日日担忧,生怕被皇帝从高位上拽下去。 好在王正军还没来得及张口,齐米大臣史丹就先提出了质疑,并且以此相逼,阻止刘氏费而另立太子。 刘氏仁慈,听从了史丹的意见,刘傲因此保住了太子之位。 公元前33年,刘氏在魏阳公驾崩,太子刘傲继位,王正军也成功当上了皇太后。 所谓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,王氏家族靠着王正军太后的身份,应是出了个武侯实将。 可惜他的儿子和孙子都短命,朝政渐渐就把持在了王正军手里,可他又无心理证,让王盟有了可冲之机,暗中把朝政大权转移到了自己手中。 之后,更是篡汉建立了新朝,就这样,西汉的江山算是毁在了王正军手中。 一生只被宠幸一次,却成功还上龙种当太后,国际讨赢的一生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? 说起那些宫斗井里们,伯太后一定榜上有名,伯基本是未报的机器,曾让女相是许富为其看相。 许富说,伯基是大富大贵的名,将来会生下天子。 未报听了这话,开始蠢蠢欲动,心里不禁开始想象自己以后当皇帝的样子了。 为了许富的这句话,一直保持中立态度的伯报,选择起兵造反,最后结果当然是被刘邦镇压了。 伯基也因此被送到了宫中的织布工坊,一次,刘邦没事闲逛,走到了织布工坊。 看伯基相貌出众,于是把他召进了自己后宫,但是伯基当了一年多的妃子,也没有得到刘邦的宠幸。 伯基在宫中有两个好闺蜜,三人从小就约定好了,狗富贵,勿相忘。 如今其他两人都已获得了宠爱,只有伯基一人还未见过刘邦,所以二人决定帮伯基一把。 特意在刘邦经过时说起了伯基,刘邦自觉有愧于伯基,当天晚上就去了伯基工里。 一夜翻云覆雨之后,伯基果然有了身孕,成功生下了刘恒。 不过在此之后,刘邦就又把伯基抛出脑后了。 刘邦八岁那年被立为代王,伯基跟随儿子去了代国封地,更是见不到刘邦了。 一年后,汉高祖刘邦驾邦,曾经受过刘邦宠爱的妃子们也都被吕之的铁血手腕害死了。 只有伯基因为不受宠逃过了一劫。 吕之去世以后,周伯联和陈平等人彻底粉碎了吕氏集团,代王刘邦也被接到宫中称帝。 伯基成功当上了皇太后,还真应了许富那句会生天子的预言。 可以说,伯基最大的幸运就是从吕氏手上逃过了一劫。 否则就算不像欺负人那样被吕氏做成人质,也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。 她是明朝第一位太后,乌宫斗,乌算计,百烂侧妃,母平子贵,成功逆袭太子妃。 她就是朱镖的侧妃,吕氏。 其实历史上对于吕氏的记载非常少,即使在影视中,她也只是个细分不多的配角。 大概是因为这位太子妃实在没有什么著名的功绩吧, 唯一值得说的大概就是她明朝守卫太后的身份了。 吕氏的父亲名叫吕本,是南宋名将吕文焕的后代。 当初南宋与蒙古的战役中,吕文焕在襄阳城与蒙古大军对战六年, 后因弹尽粮绝被迫投降,而他的后人则一直服务于元朝。 元朝灭亡,朱元璋称帝后,吕本被任命为湖广行省赵末八平小关。 此后吕本步步升迁,仅七年时间就从八平小关做到了正三平的太长青, 正是因为吕本在朝廷中得到了赏识, 才让朱元璋在给朱镖选侧妃时,选中了吕本的女儿。 吕氏在进宫之前,朱镖早已迎娶正旗, 是明朝开国大将常玉春的长女。 朱镖与常侍是青梅竹马, 婚后不久,常侍就生下了嫡长子朱雄英, 这二人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 吕氏自然明白太子与太子妃的感情好, 也清楚自己作为前朝详将之女为之尴尬, 故意太过突出。 所以他从不争宠,为人十分低调, 也正因如此, 他在东宫的日子过得还算顺利, 不久之后还生下了数长子朱允文。 吕氏的锦里之路也由此开始, 明朝向来是力敌力长, 所以朱允文是根本没有机会当皇帝的。 可是红武十一年, 常侍生下第四子朱允通之后便难产而死, 由此一来, 东宫就只剩下吕氏这位侧妃了。 朱镖作为太子不能没有正妻, 但他也没有续贤的心思了, 于是就扶证了侧妃吕氏, 朱允文也因此成为了嫡出, 后来朱雄用八岁那年因病了者, 朱允文便成为了嫡长子。 这一次次的意外, 就这样将这对母子推上了高位, 不久之后, 朱兵也因病不治身亡, 朱元璋痛失爱子, 一夜之间白了头发。 此后, 他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朱允文身上, 并将朱允文策封为皇太孙, 朱元璋驾崩之后, 朱允文登上皇位, 吕氏成为了明朝的第一位皇太后。 可以说, 吕氏的前半生简直就是躺赢, 只可惜好省不长, 朱允文继位不久之后便大肆消翻, 逼得朱棣发动了静淡之意, 朱允文在这场战役中不知所踪, 朱棣顺利当上了皇帝, 吕氏也从皇太后降临了太子妃, 被朱棣打发去给朱镖守灵了。 朱允文最小的弟弟朱允兮, 也被送到了吕氏身边。 然而在永乐四年, 朱允兮的房间突然失火, 因侍卫救火不及时, 朱允兮被活活烧死, 吕氏没了寄托, 该何其何从我们也不知道, 只是自此之后, 史料上便没有了关于吕氏的记载。 好了,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, 咱们下期再见啦。